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本频道 我是您的主持人Sue 今天我们很想跟大家去关心一则美国的新闻 就是美国在9月20日起将封杀TikTok与WeChat 它设缓冲期来解决国安忧虑 美国商务部9月18日发表公告称 将禁止涉及流动应用程式TikTok与WeChat 就是微信的海外版的交易 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根据公告内容 自9月20日起 华府将禁止在美国的应用程式平台提供下载TikTok与WeChat 这个意味着美国民众将无法下载有关程式 公告并提到 总统提出若然能够在11月12日前 解决TikTok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忧虑 有关禁令可能会被中止 根据路透社报道 华府没有禁止科企Google或苹果公司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向用户提供TikTok或WeChat的程式 禁令也未有影响WeChat母公司腾讯的其他业务 例如网络游戏 那么TikTok表示他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 并且深感失望 TikTok在同日的发布声明回应指称 美国商务部决定自9月20日起 禁止TikTok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的下载 更新 并将于在11月12日起禁止TikTok在美国提供服务 该公司表示反对这个决定 并对此表示深感失望 而美国则称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美国商务部在当天较早前发布的公告称 中国共产党展示了使用这些应用程式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及经济的方法与动机 根据公告内容 自9月20日起 美国禁止任何服务透过网上流动程式平台 分发或维持TikTok或WeChat的应用程式 组成代码或是应用程式更新 也禁止任何服务透过微信程式在美国转账资金或是处理付款 公告又表示美方也会禁止TikTok与WeChat 在美国提供可实现流动应用程式功能或优化的互联网托管服务 内容输送网络服务 直接签约或是安排的互联网运输与对等服务 并禁止TikTok与微信 在美国境内利用应用程式的组成代码功能或是服务 以开发或获取软件或其他服务 但需要留意的是 这些禁令对TikTok与WeChat的生效日期并不一致 其中对WeChat的禁令是在9月20日起生效 而对TikTok则是11月12日 那么公告并提到 总统提出在11月12日前解决TikTok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疑虑 若然能够解决 这些禁令可能会被终止 路透社报导 根据美方官员所讲述 现行的TikTok用户在9月20日起 不会受到多大的变化 那么商务部长Walbert Ross 在9月18日接收电视台访问时则表示 基本版的TikTok在11月12日之前还会保持原样 报导又称 若然总统特朗普批准TikTok分离美国资产的协议 华府也可能取消有关下载TikTok的禁令 至于WeChat方面 据报导称 用户自9月20日起将无法向美国用户转账资金 或是处理款项 该应用程式在美国的服务速度也有可能自9月20日晚上起减慢 那么美国它下达封杀令呢 TikTok在11月12日之前仍然有生机 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9月中旬 一份由甲骨文公司作为TikTok可信技术伙伴的方案呢 已经递交给了美国财政部 在这项协议中呢 字节跳动将成立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独立运营的新公司 负责TikTok的全球业务 那么字节跳动呢 是新公司的控股股东 将继续保有TikTok的控制权和核心算法 甲骨文将持有新公司的少数股权 并担任TikTok美国数据服务提供商 当各方面都在看美国政府会否接受这项协议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在9月18日发布的声明已经回答了一切 那即使后路呢 并未封死 商务部的声明说 从9月20日开始 美国公司将被禁止 与WeChat和TikTok进行商业交易 那么在9月20日呢 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行政命令的截止日期 从美国商务部声明可以看出 9月20日后呢 微信会被移禁了之 而TikTok呢 只是暂时被禁 所以后路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它并未被封死的 如果在11月12日之前 TikTok可以解决 和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呢 则可以取消这项禁令 到底它这里玄机是什么呢 我们有待观众自己去猜测了 那么在未来呢 关键不在字节跳动 首先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 TikTok的命运呢 并不掌握在字节跳动的手中 问题的关键呢 是在于中美关系 一开始特朗普的说法 是直接将TikTok封杀 为避免业务直接退出美国市场 字节跳动呢 与微软谈判出售的相关事宜 其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核心技术 那即是算法 之后中国政府出台 中国禁止出口 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呢 意味着字节跳动 若出口算法需得到北京的点头 这直接导致字节跳动 与微软之间的谈判会有变 在9月中旬的方案中 字节跳动 引甲骨文入局 是照顾各方面需要的结果 如果交出核心的算法 中国政府是不会同意 但不交出核心算法 则难以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诉求 甚至面临从美国退出的局面 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寻求美国科技巨头 出面保存数据 在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立的大背景下 美国出招 中国则有所还击 这不是故事的终结 下一步美国 政府将会进一步施压TikTok 以满足美国的利益 后路并未封死 是出于进一步斗争的需要 在中国禁止出售核心算法的前提下 TikTok能否在11月12日之前 重新给出一个让美国满意的方案很关键 中国未来会否在审查这一桩交易时 划出新的红线也未可知 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将会有一次大选 那么特朗普可能会用TikTok这个文案 来作为他争夺选票募集资金的招牌 在11月12日这个日期 说明TikTok的最终命运将在美国大选后决定 现在的这一切禁令 不过是为特朗普选举服务的对华强硬牌 那么特朗普自始至终 就是都在消费着中美的关系 然后第三就是特朗普也应该明白 甲骨文总裁Larry Allison 是特朗普的老朋友 他代表着一大批的科技巨头 那字节跳动的背后有大量诸如红山资本 即是Sequoia Capital等美国的资本 微软为了收购TikTok也曾多番游说特朗普政府 对他们而言 对华强硬没问题 但是要有尺度 资本家和特朗普的关系是互相制衡的 特朗普既不愿意失去资本的支持 同时也不会轻而易获得这种支持 TikTok的未来待定 也是特朗普施压国内科技巨头 积极捐赠竞选资金的筹码 那么毕竟TikTok是一块巨大的肥肉 美国各大科技巨头不可能轻易放弃 让微软出局赢甲骨文加入后呢 各方必然会寻求特朗普支持以达到目的 特朗普在17日证实 与霍尔玛和甲骨文进行了沟通 说我想微软仍然参与其中 那么很明显在选举之前这个阶段呢 特朗普需要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 而不是将某一方彻底的排除在外 特朗普不会轻易的在大选之前呢 给出定论 这个是策略而不是目的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自然舒适的时刻 我们欢迎大家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以及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